得到的成就都说出来了 我们依照经典的宗旨 就是修行重要的方法 知道他的所为 他为什么要这样教导 认识我们所需求的 究竟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那么这就去 底下一段 本经以发菩提心 意向专念为主 非常明确 以云生仕途竟等不退为去 念老诸杰力的书 位移无量手机 中去古有多吉 齐力飞力 学习抗生开的一本 在中国不算太多 在日本很多 中国人就古大德 为这部金做注解的只有两种 在日本居然有三十多种 成就非常可怕 那么这些 我们在日本参学的时候 日本的 善友 告诉我们 日本在四百年前 他们的四月安堂 读奖金教学 那么四百年之后到现在 奖金教学摔了 没有人讲经 也没有人听经 想学习经教 他说 有佛教大学 把金典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 像中国古大的作术里头 形体 民宗 内用 在日本 都没有 这是很可惜的地方 那么在中国 过去奖金的法师还说 近代讲经的法师也不提了 那么换句话说 居立佛所说的义趣 《开金记》里面所讲的 《愿皆如来真是义》 《开金记》是唐朝 《无则天》他做得实在是好 这一千多年来 有人想再做一首剂子 做不出来 没有办法超过它 一直到今天 我们都还用它的开金记 但是 强敌马长老告诉我 我们在《开金记》前 面三归一 我觉得这个 提倡 比《开金记》更有意义 有符合时代的意义 过去大家对佛法很熟悉 都有相当的基础 用《开金记》很好 就赞叹三归 今天佛法衰了 什么叫佛法 佛法是什么 疑虑的人很多 所以用三归一眼 比《开金记》有效 比《开金记》有效 这个值得提倡 这个值得提倡 《花年老》 举出不同的说法 《家祥宿》 这是中国的 此经宗志 主制 《梢经》 《金记》 《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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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阴往生几个世纪 这个说法也非常 把这个意趣说出来 东海元宵的中央 元宵是韩国人 唐朝时候到中国留学 清净删到大使 回国之后 在日本创建了净土宗 净土宗在日本还是挺兴盛的 得利于法然上任 他说 使经正义净土 因果为其中体 摄受一切众生往生 为他的意志 就是他的意愿 没有别的 是借助大家往生到极乐世界 谭安卵斯 在这里也提出我们 一个指示 他说 禁宗是以佛的名号为金体 这个话说的也非常有道理 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很深 这句话说的 念老的极诸 真是引进据点 汇集祖师大徒的讲解 把这个道理讲出来 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善导大师说 善导大师说 此今以念佛为终 往生为体 这个体也是去的意思 所以今之所遵从者在念佛 故以念佛为终 终之所去在往生 所以以往生为经体 就是全间的规矩 称无量寿金 称无量寿金为大价 阿弥陀金为小价 这两部金 确实只有强热之别 内容完全是一致 无量寿金讲得详细 阿弥陀金说的简单 便于修持 那么无量寿金说的详细 便于理解 如果我们对这个金 不能够有相当深度的理解 信心生不起来 悦心生不起来 换句话说 修行功夫就不得了 这样就很难有成就 所以廉止大死 在《弥陀经》苏超里都说 他认为大金 无量寿金是大本 小金 就是小本 阿弥陀经是小本 往后这些大德 像彭陀经 他说的 他认为 静宗跟华言是一体 称华言为大金 称无量寿金为中本金 《弥陀经》 《弥陀经》为小本金 也分一场有道具 《弥陀经》为大金 华言经到幕后 连华言,无量寿经,弥陀经都是一步经。 说的最详细的是华言经。 所以,把华言读清楚,研究明白, 回来再学无量寿经,就非常容易。 无量寿经是华言经的告语,是华言经的制药。 所以,苏朝里面讲,一阵清净,幸运往生一位宗旭。 这句话说得很好。 告诉我们,极乐世界,一报清净,正报清净。 只要我们信、愿往生。 佛讲这部经典,目的就达到了。 或是希望我们都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那么,元忠朝里面说,以信念敬业为一件重要。 ,尼陀余寺,尼陀余的宗旭,尼陀余的宗旭。 尼陀余的宗旭。尼陀余的宗旭。 尼陀余,尼陀余的宗旭,尼陀余的宗旭。 尼陀余的宗旭。尼陀余的宗旭。尼陀余的宗旭。 尼陀余的宗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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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陀� 今一向专念为因。 念了诸解的一书, 今中三倍往生品重, 所有上中下三倍往生之人, 莫过以法国体现一向专念为因。 这是我们要牢牢地把它记住, 要认真地去学习。 下面我们看念了诸解, 172页第五号, 以诸第十九月月, 闻我名好,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尼, 金骨不退, 佛仪善因回向, 云生不果, 一心念我昼夜不断, 临终灵受宗时, 我与诸菩萨众, 盈心其切, 兼虚与坚, 其身无差, 作阿维约之故上。 在大神教里头, 学佛的人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 硬化到这个世界来, 是为了什么?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能不相信。 佛师看到, 佛师看到这个世界, 六道众生太苦了。 佛要来帮助大家, 那用什么方法呢? 佛知道, 众生苦, 从哪里来的? 是从迷失了自信。 让我们六道众生, 对宇宙人生真相完全迷惑。 所以, 我们的看法错, 我们的想法也错。 造成六道轮回的苦难。 是这么来的。 。 佛从哪里来的? 佛从觉悟来的。 你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真的觉悟, 佛觉, 先觉悟。 所以, 苦乐是古报, 迷雾是音乐。 佛知道。 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用教训。 所以释迦摩尼佛, 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 在诺年月就开始, 交入比丘。 三团正式成立。 以后我们知道, 这个僧团越来人数越多, 越来越庞大。 长随地子,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皆是大阿罗汉。 这个里面有阿罗汉。 由菩萨实现做阿罗汉。 还有祝佛如来, 也实现做阿罗汉。 这个阿罗汉里面的真正的层次,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他们来干什么? 来帮助释迦摩尼佛。 谢助释迦摩尼佛。 来推动破语开悟的教育。 达到利弗得乐的目标。 是这么来的。 所以佛一身教训, 层次非常清楚。 首先讲阿罗。 阿罗是基础。 佛法的根本。 一切法都从这个地方建立。 所以佛在佛藏经里面, 有这么几句话。 佛说,佛子。 佛子就是修学佛法的人。 真正接受三规五界的这些弟子。 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 分一幅弟子。 佛教我们学习,要依照层次。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 不许可列等。 列等是不会有成就的。 就像念书,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 要这样上去。 我们学了六十多年。 有人问我。 释迦牟尼佛一身,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们用现代的音词来说。 把它归纳。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五庄四学。 也就是什么? 他的教学总的来分是五大科目。 第一个是论理。 在中国人讲的论理。 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一些动物的关系。 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用现在科学的话, 人与不同维持空间的关系。 这个里面包括天神、地神。 包括万象。 把关系搞清楚。 然后怎样活不相处。 这就是论理。 那么第二个,道德的教育。 第三个,英国的教育。 这些。 都在阿罕建筑。 所以这三种教育。 普世的教育。 这三种教育能够推行。 能够落实。 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快乐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幸福。 快乐美满。 这是佛陀旧式的教育。 这是佛陀旧式的教育。 后面两种。 那不是一般人学的。 中国人常在向上一种。 再往上面去。 再往上面去。 现代人讲的科学。 哲学。 科学哲学探讨的扩题是什么?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万物从哪里来的? 生命从哪里来的? 我从哪里来的? 探讨这些问题。 这是说的。 高等科学,高等哲学。 真理。 哲学科学最高峰在哪里? 在佛陀旧。 我们看到近代三十年。 最近的三十年。 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 科学呢? 总的来说是两大类。 他们都是搞物理。 一类是研究宏观宇宙。 另外一类是反方向。 研究量子力学。 就是微观世界。 这两个阶段都很有成就。 研究宏观宇宙。 他们的报告告诉我们。 用现前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 看着太空、看宇宙。 能看到的现象已经很不可思议。 能够看到几千光明这么远的距离。 观看天象。 。 可是实际上, 于理论上所推想的, 宇宙要晓得多。 也就是说, 百分之九十看不到。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只看到百分之十。 这个报告我们看起来, 我们能理解。 他们还是一个名字。 还要继续去追踪。 去观察。 那百分之九十的宇宙到哪里去了? 怎么不见? 在佛法里面讲, 它回归自信。 在净土里面讲, 它回归长吉光。 回归长吉光, 你就见不到。 不是它不存在, 它真的存在。 融入传吉光, 这不好的功能。 就跟一切诸佛如来, 俗正的境界融成一体。 这是佛法终极的目标。 也就是经上所说的。 阿有多如三有三不及。 无上正等真有。 。 研究微观宇宙地, 发现了阿赖亚的三细相。 阿赖亚的 渐粉。 相粉。 自争粉。 正自争粉。 没有完全发现。 接近。 很接近。 在我们相信, 如果再有二、三十年, 科学突飞猛进了。 他会把阿赖亚第三细相。 真的。 搞清楚。搞清楚。 难得了。 这一般讲是宇宙的奥秘。 科学家能够把宇宙奥秘揭穿。 这是不可以想象的一种事情。 但是这种事情佛在经常说过。 那就是。 六道凡夫。 用意识形。 意识是第六意识。 意识形能源的境界非常广大。 对外可以源到宇宙的边缘。 对内可以源到阿赖。 你看,佛在2500多年讲过了。 现在才做到。 在微观宇宙里面, 物质是完全揭秘的。 物质到底是什么? 真理讲清楚。 讲明白。 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 我们感激这些科学家。 因为这些奥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读得起来很清楚。 以前读起来不懂。 模糊。 纵然看古大的注解, 实际上它也读解得很清楚。 我们程度不够, 看不到。 看到今天科学报告, 红然大了。 再回来看经, 看古人的注解。 他们都讲清楚。 都讲明白。 我们不能不佩服。 不能不尊敬。 而实际上呢, 是我们自己程度的问题。 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 我们的程度, 用程度这个名词, 是不是能很恰当、很难讲? 因为佛法跟我们讲的是自信。 自信是一切众生本有的。 不是从外来的。 自信里面本来有圆满的智慧。 本来有圆满的智慧。 本来有圆满的智慧。 自信本定。 自信本定。 人人都有。 本来有圆满的智慧。 本来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智慧。 样样不缺。 所以大臣叫终极的目标, 让我们的修学达到什么境界? 达到明心见心。 尽心臣服。 每一个法门,方法不一样。 手段不一样。 但是目标相同。 我们念阿弥陀佛也要达到明心界限。 但是,念佛法门, 他把明心见心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往生记录时机。 第二个阶段,明心见心。 也就是,我们把明心见心这种事情, 到僧到极乐世界再办。 现在呢,首先我们办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是老师。 在他的会下,大致大悦,明心见心。 还是这种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是祝福如来。 无尽慈悲所开言。 那谁开始。 实现。 那就是因为,我们凡夫迷得太深。 迷得太久。 回不了头来啊。 。 那佛的戒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那佛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行持是其次。 就是,你是不是在四上做到? 这是其次。 最重要的,你念头上有没有破解。 佛把这个摆在对方。 你不杀生。 我没有杀害众生。 可是我对那个众生,我很恨他。 我真想杀他,但是我没有杀。 这个在一般讲,四上讲,没有破解。 可是在佛的大乘菩萨界,离上讲的破解。 所以菩萨界很难持。 他是论心不论死。 人天教,这五界十善,小成教,好好吃。 他论死不论心。 只要世上没有,心里怎么想,没关系。 这个是,菩萨比我们高,高在哪里? 就高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恶,当然不会有恶的行为。 没有恶的行为,难也没有恶。 所以断恶面,难啊。 在奇心动念之处啊。 真正能把奇心动念放下,这个人就成佛。 就大车倒,就隐形借鉴。 需不需要学经教呢?不一定。 其实,学学经教是一种手段。 是一种方法, 用研究经教,学习经教, 叫你置心一处。 我把心放在一步经上。 放在一个法门上,容易得定。 是这么回事情啊。 这就是,应接得定,应定开会。 不能不想着。 那么在中国, 诸位都知道,唐朝禅宗六族会能大死。 学佛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 这一位大德。 那这个人,没念过书,不认识自己。 从学佛到五祖八一博传给他。 他在黄梅住八个月。 五祖的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 五祖分辟的工作,是在柴坊。 充迷破产 去做苦工 干粗活 最后把一波传给他 为什么 昨天还有同学提出这个问题 确实信息 我讲经的时候用这做个名义 我说沈云熙吾大师 是吴祖的入室弟子 他在道场的地位 等于首祖和尚一样 来参学的人太多 一大半都是他接的 让无数年岁大了 有时间可以休息 他代表 他教不了的才去找老师 所以每一个人都以为 一波决定是传给他的 他是禅宗第六代理 都是这么想的 所以传给惠人 大家感到意外 怎么会传给这个人 一天经没听过 一天禅也没参过 只是在对方充迷破产 其实他那个充迷破产 就是在参禅 别人不知道 无足 他清楚 真正修行人 就这么一个 充迷破产是四 修行真正攻凶 放下 他放下 见死烦恼 他就是阿罗汉的 他放下 沉沙烦恼 他是菩萨禁忌 他放下 齐心动念 他是 明信 尽信的禁忌 这个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最后一波传给他 我在讲经用这个作品 为什么信心太难了 我说 沈云秀老师 对法门 对禅宗 对老师 有百分之一百点信心 所以他有一些成就 可是慧能 虽然他禅堂没去过 讲堂没去过 他对于 无足的信心 是万分进行的 不是百分 是万分的 所以 无足最后 万一都传给他 这是一个例子 那问题 你真正得到多少 最重要一个关键 你对他有多少信心 决定是沉 振臂力 那么昨天也有同学提出来 地仙老传是地仙老传 土地 过路江 这个在广东一代 大家都非常熟悉 熟知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是地仙法师的学生 谭世法师 他很多次提出来 鼓励念佛同学 要向国路江学习 这个人也是不认识的 没念过书 四十多岁才出家 找到地仙老传 地仙老传 跟他的关系 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 从小的玩伴 这个交情可深了 找到之后 叫他出家不错 一定要发现 跟他出家 这地仙法师 逼得没有办法 最后跟他谈条件 他说你四十多岁 你不认识 去讲经 你来不及了 如果你出家 住在私运 最低限度 武堂功库也会 这武堂功库学不会 你怎么能住在私运 人家瞧不起你 你自己会很难过 你不能出家 他赖着 非出家不苦 最后 地仙老传师 在他想了个办法 说好 我跟你提到出家 不要住在私运 在林波乡下 找一个废弃的寺庙 这个小庙 没有人住 找这么一个地方 让他去住 他一个人住 什么都不懂 可这个人就是老实 真的 他有三个好条件 老实听话真干 这六个字 他是百分之百的做到 他的成就就这六个字 所以地牢只叫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名号 他是你也就念 认真去念 一心一意去念 念内了 也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在念 五分周一 所以他没有时间先知 这个真自在 没有丝毫压力 累了就休息 白天晚上都可以 精神一起来的时候 赶快接着念 三年 真念成功 他的境界 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相信 他会有很好的境界 因为大师智菩萨 在云童章里都告诉我们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有理由相信 顾如家 在三年当中 肯定见过佛 他不说 他在庙里一个人念佛的声音 像大夫妻一样 闭关一样 没有人去看他 人家也瞧不起他 瞧不起好啊 省事省心啊 没人打闲场了 人出名了 可就麻烦了 走到哪里 都有人跟你打招呼 打招呼都类似 所以人出名不少好事 比那个功努将差远了 怎么能跟他比 我们知道 他欲知是知 从他走的迹象上看到 他在往生前一天 进城里去 你看三年闭关 没有出庙门 第一天出门 到城里去看看朋友 看看亲戚 见最后一次面 慈醒了 他也不跟人说 他也往生 不跟人说 免得人找麻烦 如果说的时候 人家会跟着他看看 但明天怎么往生 我去见识见识 他不让人知道 连伺候他 对老太婆都不知道 他都不说 这个是了不起的 代谢 我们知道 在这个历史上有记载 中国进途中 第一代祖师 混远他 他一生 三次见到基罗世界 没人说过 最后往生的时候 这个境界又先前途 阿弥陀佛来见识他 他才跟大众宣布 别人问他 基罗世界上什么样子 跟无量寿经上 所讲的一模一样 佛一句话都没说错 而且直出直出来 连续地 在他之前往生的那些同学 跟着阿弥陀佛的身边来接吻他 哪一个哪一个 一个点名都在 一个都没录掉 通通跟着佛来接吻他 他走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郭如将决定见过阿弥陀佛 见过基罗世界 他心里欢喜 一句话不说 往生 从成立回来之后 第二天往生 告诉伺候他的老太太 每天给他烧饭 跟老太太讲 明天不要替我烧饭 就说这么一句话 老太太觉得 他今天进城看看朋友 也许明天有人请他吃饭 他不在家吃饭 到第二天 中午快到的时候 他到这小庙来看看 师父在不在家 进到寺庙很安静 叫师父 没有人答应 最后看到师父 在佛堂前面 站在佛像的对月 站着 叫他不答应 仔细一看 死了 他往生走了 不晓得什么时候走 这个老太太慌了 一生从来没有看到 人是站着死的 马上就找些幸福的同修 到处就告诉大家 怎么办 赶紧派人去 报告 地心老怕死 那个时候 门游交通工具 走路去 从乡下走到观中寺 再走回来 三天 三天的路程 所以地心老火山 赶回来看他 他就站了三天 诸位想想 站着往生的人很多 往生之后 还占了三天的 很少 大概只有他一口 没点 这是真人真死 距离我们不远 大概这是七十年前的死 那么像这种 这样往生 这么自在 我自己 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有四个人 这在佛法里 叫我 做正传 他能做正学 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 世尊的法音 正法 相法 末法 有两种讲法 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一种 世尊正法 一千年 或者说 无本 有这个说法 相法 以前 末法 有爱 这大家常说 另外一种说法的时候 说的人不懂 我们在经上看到 佛是以 信节行政 为标准 有人讲经 这个人是佛 佛陀讲经 有听经 佛弟子们听经 有一教修行 正干的 还有正国的 正粗国的 正二国的 正三国的 正四国的 有正国的 这个叫正法时期 他是以信节行政 那时候 如果是有讲经 那佛不在世 佛的弟子讲经 菩萨阿罗汉讲经 有听经的 有真修行的 但是没有正国的 这叫相法 相法没有正国 末法呢 是有讲经的 有听经的 没有修行的 没有正国 这叫末法 只有一天讲 只有一天 不能够 一教修行 这叫末法 讲经的 没有 听经的 没有 这叫灭法 今天上这个说法 说得很好啊 那我们今天 身在释迦牟尼佛 这个末法 九千年的时代 末法里头有正法 咕咕将是正法 末法时候的正法 慧能大司是正法 相法时候的正法 那么这是两个代表 相法 相法里面的正法 不少啊 在中国 禅宗 记录里头 向五灯会员 景德传登录 五灯会员 里面 真正明信 见信 见信 成佛 一千七百多人 所以大臣在中国 真正成就的人 我们估计 三千人以上 就是明信皆信 教下大开愿景 密宗三明信 净土 礼仪行不乱 这个都是 大成就者 就是建信 这些人 生到安利勋 生到祝福 十步 庄严土 他不是修 净土法门 多半都是 生到 毕诺哲纳佛的 化妆世界 那 弥陀如来 释迦如来 大日如来 都是 评诺哲纳佛的 化身 一节识 都 解释 所以 我们对 一切诸佛 那种尊敬 信仰 要同 释迦牟尼佛一样 不能有差别 我们知道 礼上讲 是一个化身 四上讲 是不同的 报身 不同的印身 发身 是一个 那么在扩展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世界上 所有宗教的 创始人 都是 佛菩萨的 一化身 从什么地方 可以看到 从四中间 能看到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每一个宗教 都有 那这些宗教创始人 当初在一起 没有开过会 没有联系过 但是讲的 但是讲的都一样 你看佛家讲的五戒 跟中国讲的五常 完全相应 五常第一个人 人就是爱人 不杀 第二个讲义 义就是不偷盗 第三个是离 离就是不邪言 第四个讲 智 智就是不应求 第五个讲信 信就是不妄言 完全相同 中国古神仙仙教导 大众了 这些学习的 告语 告尿 那个时候 佛教没传到中国去 传过去之后 一对照 完全相同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 立刻就被中国朝野 接受 戒定慧 这个三学 就是教学的三个原则 如采纳 接受 道也接受 多能够遵循这种方法 世时代代 更有圣人 有闲人 君子更多了 在佛法里面讲 世时代代的 明行见信的 这是入佛境界的 入菩萨境界的 入阿罗汉境界的 每一个朝代都有 所以世间有真善知识 世间有好老师 教皇 那个地区 国泰明暗 在中国成就了几千年的 太平盛世 与教育 有密切的关系 谈到中国古老的教育 是以 如释道 作代表 如释道 在唐朝中叶之后 融合成一体 外表上 有如释道 实际上 他都学 学如的人 学佛 学佛 学道 他有佛跟道的基础 学道的人 学如 学佛 学佛的人 也学如 也学道 所以 他通了 圆融 所以唐朝中叶之后 中国小城经翻得非常完整 小城那个时候 两个宗派 这些祖师大德 不修小城 用如根道 代替小城 所以小城这两个宗 在中国就帅了 宋朝以后 就不听 没有人听说的 现在在中国 讲这小城两个宗 没有人知道 不是研究中国佛教意识的人 不知道 那么用如道代替 可不可以 可以 从成就上来看 从结果上来看 就是 以如根道取代 大概是一千三百 我们从唐明皇那个时代 往后看 唐素宗 唐明皇的儿子 这一千三百年当中 每一个宗派 这大臣 八个大臣宗派 祖师 大德 高僧 高士 在家学会的 成高士 君士 有成就 有成就的人 很多 这就说明是可以代替的 离世 都没有问题 这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开端 今天 怎么团结呢 宗教是一个根 是一个源头 在佛法家 就是自信 一切法 不离自信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思想 通通通是一个根 这个一定要知道 那么这一个根 在一般宗教里头 成为真神 现在有很多宗教 说法说得 越来越接近 说想 真神没有身体 真神无处不在 你看越讲越靠自信 接近 没有身体就好吧 无始不在 无处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这是大家的承认 所以我就跟他们 交流的时候 就跟他们交换一件 我说 所有宗教的创始人 都是那个真神的 一模人 都他变现的 他有变现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智慧 承不承认 那就没事 我们就能够认知了 所以我们 同一个神 那对每一个宗教的神 我都真诚去礼拜 每一个宗教经典 我也认真去学习 我修学的态度 我修学的态度跟对大乘佛修完全相同 没有丝毫差异 我们带头 打仗用兵都说 知己知彼 本战本身 我们今天往来 我知道你 你不知道我 你就吃亏了 你地经我用心读 我知道你 我们佛经 你还没读过 不行了 你要多放心了 所以我们提倡 研究自己宗教的经典 要深 还要拨拦其他宗教的经典 我们求同存异 来帮助这个世界 恢复秩序 这个世界太乱了 第一个恢复秩序 第二个帮助这个地球 化解灾难 断正人心 只有可走 这十几年来 我这些教王 还没有辩论过 没有 从来没有 说出来说 大家都能接受 都能相信 联合国的缘分 是零六年 跟他们建立 在这个之前 我是零三年 就参加联合国主办的 这些世界和平会议 我就参加了 零六年是正式 他邀请我做主办单位 我们是主办单位的身份 跟他们在一起 在联合国 教科文总部办了一个活动 把我们对宗教团集 对中国 如是道路教学 介绍给 这次介绍是我们通过 我们在中国大陆 用一个小镇来做事 将如是道路 这种礼礼方法 交给当地的居民 这个小镇不大 居民四万八千人 我们一起学习 共同学习 很短的时间 等社会产生变化 收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到联合国 去做这个报告 所以我觉得 都是佛菩萨安排 那不是人 人能做得到 这个语言呢 就记得很深 那一次的活动 沉寂很可观 给联合国 很好的印象 所以 一直到现在 他们对我们上一次 活动 一年不忘 我在曼谷开会 他们听到 听到我到曼谷去 所以有十七个国家的大使 到曼谷来看 希望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 我们这次 所以这次到辞队来 接受总统的邀请 我非常感激 能有这个缘分 到斯里兰卡来采训 看到斯里兰卡 政府 军 宗教 我非常感动 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佛教 都是硕硕而已 能做到 在斯里兰卡 我看到他落实 每个人这么干 特别是看到 小学生 星期天 我去参观一个小学 学生都到 寺庙 接受佛陀教育 这在全世界 没有第二教 全国心 都难得 这几年 我到处提倡 建圣城 就是建宗教 示范的城市 每一个宗教 最好选择一个地方 去建立一个代表 把他的宗教 精神 宗教的文明 落实在这个小区 让别人 进入这个小区 就看到这个宗教 为全世界 每一个宗教做榜样 做典范 然后慢慢地 脱开 就能拯救全世界 那么宗教 要真地做到最后 一定要办一所大学 2006年 我在联合国大会提出 希望联合国能办 说完之后 圣经就没有 我把这个事情 这次把他访问 我跟总统谈到 总统很欢喜 到斯里兰卡来办 好主意 所以这一次可以说 语言俱足 联合国来聊 二十多位大师 他们的大师团的主席 匈牙利的大师 非常热心 带着这个团 到这边来 我也把这种详细情形 告诉他 非常欢喜 这一次我们有不少的企业家 我共同努力 在世界上 建立一个 宗教带动 和谐的示范国家 非常有意义 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 有共同的认识 有共识 认真努力 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这段思细 是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 现代教学 不需要 我们亲自到某个地方 不需要 用网路 用文型电视 就可以 在一个小地方 家境教训 全世界都能受看到 都能够受益 省很多时间 省很多经历 我们 用微信电视 神年 用网记网路 大概有二十年 受的效果 很大 我们自己 没有到这儿 几十年 过游牧生活 好在我们的老师 是我们的表率 释迦牟尼佛 也没有到这儿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是游牧生活 哪个地方 请就到哪里去 那树下一修 日中一世 非常自在 所以 佛教导 智行一处 无私不办 我们牢牢记住 这一句话 一门深入 常识喧修 不要把 时间分散 不要把精力分散 我们才能够 应接得变 应定开会 那佛教给我们 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真的能够做到 这就是真正的报复 那么这个地方 所说的 经验上 佛教导 祖师大德 也是不断在提醒我们 法菩提醒 一项专利 是阿弥陀佛 本院的中心 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最重要的医院 就是 法菩提醒 一项专利 这个是 大院里面的 中心 全部 金宗 金宗的金论 不同 师生专讲 这个金论 只有三部金 但是三部金 无量寿金 是世尊在世 多次倔强 不是这样一次 有很明确的证明 这一部金在中国 从汉朝时候开始 一直到宋朝 八百年间 做过十二次的翻译 翻译的原本 就是凡文原本 不是一个本 因为它里头出入很大 不仅像同地方 非常明显 非常显正 所以肯定是佛 多次学讲 阿难尊在集结的时候 统统把它集结 因此 这个金就有 汇集的必要 把四尊 现在我们看这个 中国五种原一本 断定 至少 是三个不同的原本 也就是 四尊 三次以上的宣讲 这是很少有 四尊当年在世 讲经之讲一次 没有重复 唯独这部节 这部节重复 而且重复 多次 说明它太重要了 末华这一万年 第一部一千年过去 往后九千年 真正得度 真正的 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十八节 只有这个方法 我三个老师 都曾经告诉你 我们是属于知识分子 喜欢广袖多文 对于一门圣如若 虽然是不反对 但是没认真去做 而信息是广泛 不是一方面 单方面 所以没有完全 尊到祖师大的教会去做 现在您随到 明白 绝不错 如果早年 我一开始学佛的时候 就遵从教会 我今天的成就 不是这样 比我今天这个成就 搞十倍 搞八倍 都不值 这是错在自己 经典上说的不错 佛没有错 祖师大德没有错 老师没有错 自己一心才重力 就并从任何人 所以信心的经历 是非常非常之大 坚固的信心 尤其难度 那么这部经里面 讲的这两句话 仿佛提心 一向转移 用在出家人 出家人修行正苦 用在在家人 在家人成就自己 修身奇迦 那同样也能证顾 这是黄念祖老师 告诉我的 我们很难答 晚年终于经历 我们确实是同心同德 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目标 来弘扬这部大集 特别是夏令老店 会几本 依照这个会几本修行 在这个二神人当中 成就非常可观 这个就是四十 真真真明 不管你怎么说法 依照这个经本 理论方法修行 也真莫生 那莫生真有瑞相 给你看 这是不能否定的 所以本因 往生必备的定义 就在这两句话的开始 方便度身的方法 也是这两句话 极其简单 极其容易 但是很难相信 我是费鸟 三十年才相信的 所以不是上根立志 上根立志 我比郭鲁佳差很远 差一万倍都不止 他接受就相信 老师交给我的手 我还要等了三十年之后才相信 跟郭鲁佳相比 我们非常惭愧 哪里能比得上人 在佛教弘扬这方面 这是云飞 由于云进行精力去做 没有云 就越先专业 没头 修行 最重要的一条道路 最近的一条道路 最快速的一条道路 最稳当的一条道路 就是念佛 往生结果 往生决定成佛 那么下面说 发心 有两个意思 首先 学历三种 与菩提门相望 伟定 这些方 那这个我们要把他离开 要学历的 坦安阮大师 往生问 诸杰的书 往生问 天清菩萨 他修学这个法 成就了 他做的报告 给我们作为一个修学的把揚 所以 净土有三千一轮 那么在现在 净土有五千一轮 那年中怎么来的呢 第四种 是清朝 万年 行丰皇帝的时代 为陌生去死 这是佛门一位大徒 他将华阴经 墨后的一章 一卷 四十华阴 最后一卷 抽出来 附在三经后面 成为四经 这么来的 附在后面 我们觉得非常有道理 因为这部经第二篇 得尊 普贤 普贤 行业瓶 放在这个地方 当然是最恰当 换一句话说 极乐世界 修什么法 完全修 普贤 法 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 普贤 菩萨 它确实 是我们净土中 在苏婆世界 释迦王六分 这个世界 尽重 出处 大师志菩萨 那是变法界 虚空界的出处 原始的出处 苏婆世界 使普贤 菩萨 带头 提倡 修修 这个法 这将出处于好几个 慧原大师 中国的出处 在日本 富尔兰 上人 是日本的出处 台南大师 无量寿经 注决里的书 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重 所以 心有忧虑 莫不 借莫不法 无上菩提之心 这说明 法心的重要 一定要法 无上菩提心 无上菩提心是什么 是我们学习的方向 目标 我们什么都不求 只求 无上正等 这句 就求这个 最静宗 是纯粹的大致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是求无上菩提心的一种手段 不是目的 这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寿命太短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寻习 我们的寿命不足 没有修成 这寿命到了 纵然修得不错 来生再的人生 至少耽误二十年 这个二十年迷惑电脑 把从前学的 大概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很困难 那么到极乐世界 第一桩 我们所愿求愿的 无量守 寿命无量 我们就决定能证得 无上正等真具 真具有把握 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 就为这个 第二个 好老子 以阿弥陀佛做老子 阿弥陀佛是什么身份 我们在金教里面看到 世尊为我们介绍 告诉我 社方祝福成 无量无边祝福如来 每有一尊佛 不称赞阿弥陀佛 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没有一尊佛 读佛如来 不宣扬尽 没有一尊佛 不劝人 我们生基督世界 这个事实 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 搞明了 我们给尽忠的信心 才坚定 决定不怀疑 决定不改变 万年放下 在中国祖室里头 连池大师 万年放下一切 专修建筑 偶一大师 又如是 也是在万年一切往前 一门专修 在近代的 我们所看到的 第一心老人 到万年 什么都会扬 他是天台中的主持 念佛 往生进步 我们亲眼看到 夏宁区 那句子 他学禅宗 他学秘宗 他学教 中文教乡 邪秘语言辱 佛门大善知识 到万年什么 其他的东方家 就念阿弥陀 大求生建筑 黄念族老句子 在万年 我们是 非常要好的 同餐道友 我把他看作老师 他把我看作朋友 这个老人 在密宗 他是金刚上司 他传承 密法 在禅宗 他是虚人老婆上的学生 到万年 老师 要他 为这部经 做个助纪 他采取的方法 急着 聪明到决定 不是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意思 大家不服气 你凭什么 读解这个经 你不服啊 他以经来读经 你不能不服啊 这经上说的 这美法说的 福说的 菩萨说的 罗汉说的 祖师大德说的 采取祖师大德的 开示 是110种 110个人 采取经论 83种 总共的参考资料 就193种 内容 内容太丰富了 读这一本 读解 也就是读了 130种 经论 古大德的 开始 这内容都丰富 所以 不能不相信 不敢不相信 不敢不相信 实实在在是 非常稀有难得 我们到晚年 遇到这么一步行 下老 他一生来到这个世界 干什么 就是汇气经 怀念而来 这个世界 就是做集中 我们到这个世界 就是红船 一教奉行 都是为对不大经来的 给末法后世 学佛人做一个榜样 正常他们的信心 愿心 我们的功德就愿慢了 王三郎主杰里就说 此无上菩提心 即是愿做佛心 愿做佛心的 即是度众生性 度众生性 即是摄取众生 生有福过土性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要多念几遍 把它记住 无上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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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发心 做佛心 做佛心 不要做富贵人 学佛 你这一生的目标 是做大官发大财 错了 错在哪里呢 你不知道轮回苦啊 不知道脱离轮回机会是多么难得了 这种机会 开经济上设定是普通一帮讲的 百千万劫难造 清朝 乾隆年间 彭吉清 专讲这个法文 你能够遇到净土 那是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的一天 你怎么会遇到 你能遇到这个法文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负分 是多么大的音乐 你能够掌握住 你这一生就做佛去了 我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做佛 所以 法福天心 就是法约 做佛 我要做佛 为什么要做佛呢 做佛就是 仆度人 就是 换句话 做佛 不是自私之力 是广度众生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破云开悟 祝福菩萨用的手段 是教育 释迦摩尔摩尼佛给我们做的是最好的午饭 夜深 从事于教学工作 没有在经典上看到 释迦摩尼佛哪一天放假 释迦摩尼佛哪一天放假 没有 没看到过放假 天天赶 我们也天天赶 比不上佛陀 佛陀除了终意 休息之外 他功夫没有简单 教学没有简单 这个我们比不上 我们今天能做到八个小时 就算很不错了 八个小时是三分之一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那我们三分之二的时间空过 只抓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这个在我们现实环境来说 就算很不错了 很精进了 怎么敢有错误的念头 怎么敢有不正的思想 那么怎么度众生呢 你看看 祝福菩萨度众生 他用什么方法 都是讲这部大节目 不断地讲 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那是个有佛的过度 我们一定要把人 带到有佛 讲经教学的这个地方 这就对了 你带到那个地方去 没有佛 这不行 一定要带到有佛的过度 所以 一切祝福都学极乐世界 为什么学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历史 阿弥陀佛在英帝 做比丘时候 发言 无界修行 功德庄严 成就的揭露世界 我如果真明白 真了解了 这才真正佩服的 无体脱底 我们要请进它 那我们将来 有了成就 也要带一切众生 都到一切世界 在极乐世界 真正成就 明心坚信 坚信作福 所以极乐世界 这地图 离 寺 信 向 因果 都要搞清楚 搞明白 这一点 是人 都做到 这是师尊 对我们 真实 究竟 永恒的 不是 我们要真心 真心 什么叫真心 我在找你 老师教 凡事 明白了 没有做到 都是假的 你没有明白 如果真的明白 你一定会做到 什么样的力量 都障碍不住 你真明白 你真相信 没有任何力量 能障碍 老师教 我是这个标准 是不是真的听懂的 真的搞懂的 没有做到 老师说是假的 不是真的 怎么办呢 再深入 再努力 中国古人 有一句话 说得最好 叫 度数千遍 其一 自己 这就叫 一千遍下去 得定 得三妹 得三妹之后 就会开悟 这一开悟 你就真的 信 结 行 正 所以 结了以后 要行 不行 结是假的 不是真正理解 真正理解 不要人独俗 不要人鼓励 你自自然 有那股 能量 这个能量 非常强大 你不会懈怠 你不会堕落 你不会改变 你不会受外头任何的诱惑 就这么大的力量 第三位的力量 尤其是念佛 散 更不可思 这个成就 你才会有 终究尽圆满的成就 往生 见得 证得 这个音乐 换句话说 你有能力 随时可以往生 你想去就去 想留就留 那什么理由留呢 理由就是 建议中生 多带一些人 到极乐世界去 带得越多越好 那就值得留 如果一个都带不去 没有人相信的 那就早去了 功夫成就 马上就去 一分一秒都不多多了 所以 在这个世界 注尸多求 不是自己 自己没事 众生的事情 还有多少 有缘的众生 有缘就是 他能信 他能解 他真干 他真的会把死 这叫有缘众生 有一个有缘众生 你都不能走 你要帮助他 成就他 然后一起走 那于是我们晓得 祝福菩萨 印花在世界 是什么缘缘呢 众生的缘 感 佛菩萨有印 感应到救 成就的佛法 这个我们 不能不知道 是故 愿神 彼安 若 愿神 彼安 当不得 瓦身 这个话说得好 也要记住 不要产生误会 听到极乐世界 落 快乐 寿命长远 你念佛去瓦身 最后能不能瓦身 不能瓦身 为什么 你是自私自利 贪图快乐 这个跟佛的愿不相运 极乐世界 没有自私自利的人 有自私自利的人 往生极乐世界 会把这个社会破坏 所以他不来介入 佛不来介入 你去不了 佛来介入 就是佛认过 你已经记得 条件符合 他才来介入 佛再换一句话说 到极乐世界 是求成佛 不是去享受 极乐世界 虽然 真的是极乐 对于一个学人来说 他如如不动 他不动 这是我们不能 不知道 苦乐 任何境界在面前 他都不会动心 为什么 凡所有相应 皆是虚妄 那我要问 极乐世界的相应 是不是虚妄 也是虚妄 没有意外 不虚妄的只有一个 长极光 它是真理 不是虚妄 舍暴图 虚妄 方便图 虚妄 同居图 也是虚妄 虽然虚妄 他无量受 这一点了不起 他为什么无量受 阿弥陀佛的愿力 成就 阿弥陀佛 无量界修行 功德之所成就 所以 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恩德 要感激 怎样 知恩 报恩 就是 夜心 厌福 放菩提心 求神尽度 这是知恩 报恩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一样 发同样的愿 这一个愿 就是四十八愿 总结 发这一愿 等于四十八愿 统统有 独居住 我们将来成佛 跟阿弥陀佛 同一个思念 就是 在社方世界 普督众生 帮助这些众生 一生当中 圆成佛道 圆满成佛 这就对 绝不识自私之力 自私之力 是决定不能往走 这个经上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一定要记住 极乐世界里 大功不死 金刚经上讲 无四相 无四见 在极乐世界 凡胜同旧途都落实 今天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